夏天真是恋爱的季节,八月开始没几天,我们的女神金轩雅和Penty Prime的金小忠向媒体公布她们的恋情,并直言说,两人是交往两年的恋人。 宣家表示虽然知道公开恋情会被贴上标签,但你们会难以面对粉丝,所以想大胆说出自己的恋情,就在昨天,他们的所属社刚否认他们的恋情,而他们今天就公开恋情。 这对偶像也是非常真诚了,两个身材这么好的人在一起,实在太扬眼,也有人表示薛亚十年都没有传出过绯闻,祝福她,什么,拥有了薛亚这身材得有多幸福,啊,想想每天都美滋滋,薛亚小钟真的是男人女人心目中的女神男神了。 而同日,网上又曝出了Pentagon成员YUTO与CLC成员张悦恩约会照,拍照网友表示,张悦恩与YUTO在深水洞光明正大的恋爱约会,目前,所属社会发表官邦立场,但也有粉丝表示,每张都有其他人,根本不算恋爱是垂押,但更多人还是表示相信,并且同组合的呼吁与随珍被抱约会照, 虽然Q回应呼吁与随珍分手,但仍引起了很大轰动,也有人表示,女孩子才出的几个月就被曝出恋爱,对同团成员和自己肯定都有影响,这样真的好吗? Q真的是红娘公司吧,一天曝出三段恋爱关系,男方还都是指出到两年的Pentagon中的成员,女方也是,其所属社交成员,真是内部消化了。 有人表示刚接力气好感,就被曝出这么多恋爱,Pentagon的前途真是未堵啊,毕竟大多偶像男团刚出的实力,未被认可,还没站稳脚跟时,都是靠男友人是圈粉的。 对于这样的男团来说,恋爱可以说是非常掉粉了,也有网友调侃上方块网,认认真真谈恋爱,Q大概是NH最人性的公司,了七八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哈哈,这可能是方块最出名的事件了。 下午四点钟,Q方面对三段传闻中的恋情发表了回应,网友们表示也太可爱了吧,一次性打包回复六个人,想必Q公司内部真少了万分了吧。